宠物尸体埋在小区 邻居们一下子炸开了锅 狗偷人性主人把爱犬视为亲人 这可以理解 但狗狗死后 把它埋在小区的草坪里面 这样就有点欠妥了 近日铁西区华翔九小区的居民 因为草坪埋狗事件 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如今城市里面养宠物越来越多 每天早晚各个小区都会有出现 狗主人带着丑物散布的身影 记者在华翔九小区看到 小区里面养狗的人很多 草坪埋狗事件 最近成了大家乐意的话题 据了解狗主人养了有三只狗 十多天以前 它最喜欢的黄白相间的小狗 突然间死掉了 几乎没有什么征兆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伤心的狗主人想让爱犬走得更加体面一点 可又不知道怎么办 不知道可以送到哪里 无奈 主人在小区的草坪里面挖了一个大坑 把狗装进了袋子里面 直接入土为安 为了好记还在坟上做了标记 对于这一做法 记者采访了小区居民 大部分居民都认为这件事情不是很妥当 居民代表林先生说 林里住着确实不好说什么 宠物尸体处理不好会引发矛盾的 不能因为爱自己的狗而去做影响他人感受的事情 也有的居民觉得并无所谓 一只狗而已埋在地下 也看不到根本没有什么影响 九小区社区王苏静认为 把狗的尸体埋在小区的公共瑞地 的确不是很妥当 记者了解到 王苏静已经与狗主人沟通过多时 还连事过公安部门多次进行协商 但狗主人并没有把狗尸体并走 丑物使了尸体该如何处理 埋掉跟掉 对大多数养宠物的人来说 这是常见的方式 不过由于城市用地紧张 在市区给宠物尸体 找一个安身场所并非易事 而对于那些与宠物结下深厚感情的人来说 直接丢弃更是难以接受 高女士的家里离买狗地点不到五米远 她非常担忧 这只狗平时很健康 也没有到老死的年龄 到底是怎么死的 是不是得了什么传染病 会不会危及到普通人的健康 如果是传染病 后果非常严重 有可能传染给居民 高女士认为处理丑物尸体最好的方法 是到专专业的机构进行无害化的处理 卫生防疫部门也应该介入 如果狗主人差钱 我们居民可以凑下 为了大家的健康 大家出点小钱 让宠物有一个好的归宿都可以接受 否则大家都跟着受罪 提心吊胆 让人睡也睡不着 有人认为狗尸体埋在小区绿地的西北角 不影响大家正常的活动 地面上也看不出什么痕迹 深埋有一米多深 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目前沈阳的丑物狗数量有很多 大约每十个家庭就有一只养丑物狗的 一年至少有三千只狗死亡 活着的丑物狗 公安部门规定必须办理犬证 接受管理 但狗狗死后的监管处于空白状态 丑物火化 丑物葬礼 墓地等等服务也并不完善 专门的处理厂也有 但是规模不大 狗主人一般也不会把狗尸体送到处理厂处理 原因有三 第一要花费上百元 再有处理厂的地点 比较远非常麻烦 三是处理后的骨灰管理并不完善 这导致了狗主人很多都采取自行处理的方式 其中扔进垃圾箱是最常见的处理方式 这不光是该居民小区的困惑 全市乃至全国的城市都面临着这一难题 对于宠物埋到小区绿地 您有什么看法呢